我们今年都60岁了 结婚40年 有一个儿子已经成家立业了 别人都给我们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别人跟我说 看你多好啊 嫁好老公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感觉到心里很委屈 这么多年来 为了维持生计 我一直都在家里和外面奔波劳碌 真的挺辛苦的 因为他嫌弃我花钱大手大脚 所以说这么多年 他挣钱也没给过我一分钱 他的理由就是需要做资金周转 现在他对我总是一神一鬼 总是怀疑我跟别人有染 我跟他解释他也听不进去 我们之间充满了不信任 我对他毫无安全感和依赖感 我有时候在想 这个家还有维持下去的必要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贾先生60岁来自黑龙江退休 来有请贾先生有请 女嘉宾丁女士60岁来自黑龙江退休 有请丁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啊 今天为什么来啊 跟他离婚 跟他离婚呢 为什么呀 他挣钱他也不交家 他也不管我 你结婚40年啊 我交给你干什么呀 挣了点钱都不顾你乱花的 咱们海底厂子需要扩大一些生产 我把钱都送到那里边了 你都投那里头 那你给你妈还买房子了呢 给我妈买房子 这事你也知道啊 但是我妈那房子那么胆光 房子又小 也不适合老人住啊 那我那房子也不换呢 我那车也不换呢 我认为咱们家的车还可以用 没有必要再换 在这上浪费钱 房子咱们俩已经够住了 那你的房子都要你 你弟他们都去住去了 我们母亲也需要有人照顾啊 咱们两个这么忙 我也不是没照顾啊 但是呢 他们照顾我认为更合适一些啊 你一天在外头 成天吃喝的 家里头吃事你都不管 电坏了也不管 你还电工 电工你也不修 那个煤气坏了你也不管 水漏的满地都是 你楼上楼下的 你都来找了 那你能干啥呀 这些事不也都解决了吗 后来一样一样的 不由你的同学 我的朋友 也都帮着解决了 但后来老追究 这些问题有什么用啊 那我有同学 我有朋友 我叫你干啥呀 你在外头吃喝呢 我吃喝 都是一些应酬 交了一些朋友 不然的话 我们的企业 怎么能办得下去啊 再说 你办企业 你又没拿回来钱呢 你得呀 钱不是都投在厂子里边了吗 投厂子里的 那家呢 我不是扩大生产了吗 想来厂子 我们不做了 钱不也都回来了吗 不是一样的事情吗 回来我也没捞着啊 到时候是会给你的 你给我啥了 你给我了 平时呢 你就怎么就是 转眼捞捞叨叨的 吵吵闹叨的 我腿坏了 住了院了 你也不去看看我 那我妈不也有病了吗 我不照顾我妈吗 我不是说你照顾你妈不对 你给我送送饭 去看一看 你给他们买房子 他们咋不去伺候你呢 那我有病 你也没伺候我呀 你有病 不敢生我出差了吗 那我也去看过你呀 我给你送过饭呢 我去给你送饭去 上班上上单位送饭去 你在那块跟那女的说 又说又笑的 连累我都不累我 我可能站等多长时间 你再煮了 我当时也没发现呢 也没看我看见你啊 你当时要是说一说 敲门进去不就可以了吗 那你在那说呢 我说啥呀 他是财务 那两天财务呢 要检查 他的工作业务量 要大了一些 所以说呢 工厂里有一些事情 直接过去说 那有什么不对的呢 那还有你去呀 你是领导 他是领导啊 你俩谁领导谁呀 那不都是 一天这个啊的电话 那个啊电话的 那不都是 家里也打 外面也打 在家里边接个电话 你可就会大吵大闹的 没完没了 那晚上还有打电话的 那工作时间 晚上还打 传人一声就走 打去了 你说我们做企业 做买卖 有些客户 他去找我们联系 可能客户 白天也是很忙啊 他可能也是晚上有时间 再一个说 客户什么时间 给我打电话 那我能说了算吗 那你穿着走 你遮了不算呢 我不接待人家 这生意怎么往下做呀 那是家 是理店呢 就回家换完医生就走 再一个说了 我爱干净 你也知道 穿着干净利索 有什么不好啊 我在外边 没有个人样 说明你也 你的事情也没有做好 你做妻子 这责任也没有尽到 我尽啥责任呢 你管过我吗 我怎么不管你了 你干啥管我了 钱一分不给 给你钱 你买菜 就挑一些便宜的买 那你不过钱 我不买便宜的 一买买一大堆 吃不了都坏了 看起来好像是省钱了 结果呢 吃了一半 扔了一半 这成本不又上来了吗 那你不回来吃吗 我做好了 你不回来吃 都浪费了 还说我浪费 眼睛做了 做一点 你就回来了 你吃了 那我吃啥呀 四十年的生活 就这么过来的 我听了 从来他也不管我 我听了几个关键词 我来问问吧 第一个关键词 叫钱是吧 他从来不给你钱是吧 他不给 四十年都没给过 那二十年前的给 那几年 就这些年的不给了 那二十年 从我退休他不给的 他有厂子开始 哪年有的厂子呀 哪个厂子呀 就是你开厂是吧 大哥 对 开了厂以后 就不给钱了是吧 开始给 给了以后呢 他花钱的时候呢 他不太算计 后来不给了 不给了 好 第一件事我弄清楚了 第二件事 我还想问问 车房大概是 第二个关键词 是吧 我甚至听到了说 您生病的时候 您都没去照顾 是吧 我照顾我妈了 我妈也有病了 住院了 您母亲也生病 您生什么病啊 我腿摔坏了 腿摔坏了住院 您一天都没去啊 没去 一次都没去啊 没有 哎呀一天哪 为啥呀 我住两次院 她都没去看我一次 您住院她也没看过您 没有 哎呀终于得到她住院了 是吧 好 那个 但是你说让他们去看 给他们买了车 买了房了 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啊 他家人 他弟弟 他妹妹 他妈 哦 你给弟弟和妹妹 换了房了 不是 给他妈的 他以他妈的名义 换了房了 他说的不准去 其实这件事情 还是他说的呢 他去给我妈送饭 去照顾我妈 他说的 哎呀 妈的房子都挺黑的 挺干啥的 你看 给妈换个房子呗 他呢就是 不满意的是什么呢 不满意就是 那你告诉我了吗 就是不 他就说我没告诉他 他说的事情 我以为这事呢 告不告诉他 就不重要了 他就说 这房子买成了 花钱的时候呢 没跟他说 后来我跟他说 他就不高兴 就这件事情耿耿一怀 这个家里边 一有点不顺气的事 就把这事说了一遍 一有点不顺气的事 就把这事都说一遍 不管是什么 想起来就说 想起来就说 唠唠叨叨 都把你休息了吗 我妈妈 自己住 肯定也不行 买个房子大一点 弟弟妹妹过去住 对妈妈也是一种照顾 再说呢 他总说 他们不花钱 说买房子 都是我自己花的钱 那咱们条件好一点 你说 孝敬老人 我就跟他讲 我说孝敬老人 还用搞什么平均主义吗 还为了大家都花钱吗 我认为不是这样 我问个问题啊 这房本人写的谁的名字呢 写的我妈妈的名字 那你说这房子是谁的 这房子我能唠着吗 他总强调这个事情 说这个房子是你妈的名字 讲来呢 这个母亲去世之后呢 离开了百年以后 离开了以后 说这房子就是这个 而你要平均的什么 按照继承法继承遗产 我说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重要 您给您老母亲买房子 花了多少钱 花了近八十万吧 一次幸福啊 对啊 所以您的不平衡来自于 我在家里照顾你 你去挣钱 你挣来的钱我没看到 别人都看到了 这都看到了 我没看到吧 我还得花我自己工资 给他买吃的 做饭给他吃 他得想我多了少了的 等于家用他也不出是吧 不出 家用是您出 对 他在外面开厂子 那钱要不然是投入再生产了 要不然就是您认为 给他家人花了 是吧 我不知道 从来没见过钱是吧 没有 第三个关键词叫不安全 或者叫没有安全感 你会觉得他在外面有人了 是吗 我去给他送饭去了 他们单位在那块 跟那个那女在那 又说又笑的 又说又笑很正常是吧 单位嘛 我觉得没有什么过分的事情 您是想离婚 我不同意 和他离婚 我不同意离婚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他说他挣的钱都花在家里边了 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觉得把钱多投入下 扩大生产 多赚一些钱 甚至我现在还有一些精力 还有些能力 我觉得这个时间不应该错过 行了 这事已经摆在这了 大姐为什么生气 大哥为什么觉得这个婚没有必要离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丘比特问卷 来 宇东 的确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 其实大哥我想跟你聊两句 第一个就是您对于面前的这个 四十多年的结发妻子 还有您的这个家庭 到现在为止 它真的是您很看重的一个点吗 第一呢 我很看重家庭 我觉得呢 我拼命地挣钱 拼命地把世界做大 做的享受的风生水起 我总觉得我这出发点也没有错 我赚的钱是为了我们生活会更好 我就准备呢 今年差不多呢 寻找一些合适的机会 把这个企业 把这个商店都兑出去 然后呢 这个逐渐逐渐就 就稳定了一些生活 生活呢 也会正常化 OK 我了解了 什么时候准备 实实在在地给老婆钱 有这个计划吗 有 什么时候 现在想的 从这个台上走下去 就给老婆钱 确定吗 确定 您这句话 敢不敢看着老婆的双眼 再说一遍 老婆 从这个台上走下去 我回去就把厂子对了 卖了多少钱 就给你多少钱 我信你吗 不是 大姐 大姐 等一下再反打 交给我来处理 老哥 您这个厂子 目前应该是经营了十几年了 应该是挺值钱的 对不对 您刚才可把话说出去了 把厂子对出去之后 对了多少钱 就交给老婆多少钱 对 这话是随便说的 不是 是应付场面的场面话 绝对不是 是发自内心说的 因为这句话呢 也是我一直在心里边的一直想法 肯定会兑现呢 肯定 因为呢 就是开这厂子之前 了解 我所有的收入都是由老婆管 了解了 我跟大姐说两句话 刚才大哥说的这个承诺 突不突然意不意外 信不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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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信不着 之前私底下 这十年都没给我钱了 花我自己的 不是 吃的都是我的 我了解 大姐我问一下 刚才大哥的那个承诺 私底下这十年当中有说过吗 跟你在家里的时候 老婆你放心吧 我两年之后把厂子对着 把钱都给你 他说过吗 说过 以前在家里也说过 他给他妈买房子了 你给你妈买房子我不反对 但你得告诉我 我也是这家的人 是是是 是你妈的房子我也知道 大姐我给您依据我的建议 我觉得矛盾是两个人的事情 家庭的不合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 都有问题 是那都是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哥 当面在我们这个现场 居然敢做出承诺 回去就把厂子卖掉 卖掉的钱交给您 我觉得这是一个诚意了 那接下来您要不要 给他也回敬一下 您现在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 善意的 还是信不着 还是信不着 好吧 谢谢宇东 来来来 白老师 我觉得先生 您一直在强调 我在开厂十年之前 我所有的收入 都是给到我妻子的 但是那个时候 也就是在十年前 你们五十岁 你们的儿子 估计也就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吧 你有没有想过 在那时候 前面的三十年 是你们家内部的家庭建设 孩子的教育 孩子的婚姻 那需要大量的花钱的呀 那时候你才挣多少钱呢 前三十年 貌似所有的钱都给媳妇了 媳妇花到了吗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那孩子得上学 那不得娶媳妇 娶媳妇不得有花钱吗 所以前三十年 你们家所有的钱 好像都在媳妇手上管着 但是得吃得喝 孩子得上学 长大得找工作 然后找媳妇 那这些不都装装件件 得花钱吗 现在终于把这个小的 给伺候走了 再有点钱 该让自己舒坦舒坦的时候 突然间钱没了 不给了 理由是前三十年的钱 我都给你了 到底是花谁身上多了 我想大哥 自己心里是有本账的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甭管这谁 钱是谁挣来的 夫妻 共同财产 在婚姻之内 那您为什么要用 你们的共同财产 然后去做了一个 独自的决定 给您的母亲 以您母亲的名义 买了个房子 这网好听了 说是您有孝心 网不好听了 说可能是您 给自个儿留退路 财产转移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 好人都您一个人做了 明明是我们大姐 去看到的 说你妈妈 那个房子又黑又暗了 应该去换一换了 但是好人都您做了 坏人都踏当了 她这心里 能不委屈吗 更何况还是动得 你们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您为什么会有 这么大的胆量和魄力 来去做一个 如此 好像看起来 那么正义凛然的 一个抉择呢 不尊重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你的身体 不好了 大姐一次都没 大姐说了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当时刚好 她的母亲也生病住院 分身乏术 其次她感觉寒了心了 因为她两次重病 你都没有去医院 我不管你工作忙不忙 你再忙 能忙成啥样 不那么重要 那让大姐 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 她会想了 为什么我跟她 含辛茹苦这么多年 我却不重要呢 想来想去 她就看到了 你跟别的异性的 谈笑风生 所以你不要说她多疑 也不要说她心而小 或者怎么样 是您没有把这颗心 给污热了 让一颗本来热腾腾的心 现在冷了 寒心了 那这个时候 您又去怪她 反正我不知道 刚才您的那个承诺 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兑现 我只希望 人心的暖 可能也不是说 说暖就暖得过来的 为什么大姐 刚才一直在说 信不过你 十年一点一点 可能把她给冻僵了 所以你要真的想暖她的话 也不是用钱杂 一定是还得要用情 用心 用时间 反正你们 钱是挣着了 但是我没看到 日子变好了 反而日子有点 要过梅了 这一定不是你们最想要的 大姐我也不觉得 今天是来离婚的 其实是来 找个地儿说说礼的 是吧 大姐 谢谢 谢谢白老师 来 福老师 老贾 厂子还赚钱吗 赚钱 为什么要卖呢 为了满足老婆 老婆说了要卖厂子吗 我没说 厂子还赚钱 你会卖吗 那我也不知道 挣不挣钱呢 现在 我从来也不问 所以其实厂子 卖或不卖 赚或不赚钱 都在老贾你那张嘴里 你的行为 可不能像你的这个姓儿啊 老贾 老贾 你明明知道 你只要跟这个女人说上几句 媳妇儿 台上我虽然那么说 但这厂子其实还赚钱 大不了我答应你 以后我都把钱拿回来 但不管是拿多少 你只要随便说这两句 她就不会卖的 这十年来 厂子办或不办 回家或不回家 怎么哄你老婆 不都你这张嘴说了算吗 所以你非常清楚 你这张嘴能够主宰你们家庭生活当中的几成 其实我们说人是活两头的 小的时候呢 因为幼稚 话语很单纯 老了以后因为活透了 所以话应该更接地气才是 但是我们今天看了一个花甲之年的老甲 那说话是一套一套 那小词是一溜一溜的 不像是这个年纪应该说的 接地气的话 一个男人这一辈子就看两个时候 一个是成功的时候 一个是失败的时候 最能看出一个男人的人品 他现在是事业散发了第二春 但我不知道他情感是不是有第二春啊 反正事业是已经有了第二春了 但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 成功恰恰印证了老甲 在成功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品性 如果说我们年轻的时候 挣钱是为了给自己的家人好的生活 那么您老了 已经到了六十岁了 能挣一分是一分 能花一分是一分 能过好一天就是一天了 你说那钱 你说你要留到你们俩走不动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走不动是什么时候 现在不就是晚年之交的时候 这钱现在不花 你还等到什么时候花 你还想等到什么时候 两个人都摊在床上 花不动的时候再花吗 而且据你刚才所描述的 其实这些年来 除了前十年他交钱到家里之外 后面这十年他不光不交钱 家里的开支还靠你的退休工资是吧 他也没交钱 他是你的是吧 是吧 老甲 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你好意思呢 所以你啊 其实你也不要摆着一个胸向 你就典型的面恶心善 他一分钱都不交到家里 正如白老师所说 什么好人都让他做了 把你们的共同财产 去给自己的母亲买房子 丝毫不跟你商量 但是你却拿着你那仅有的 一千多块钱的退休工资 在养着这个 内心对你并不算完全忠诚的老甲 其实你是个本分人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你也不必多去苛责他 老甲愿意怎样就怎样 是他自己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你想清楚了要不要跟他过 他所有的财产 永远有你一半 千万不要前人栽树 后人称量 就这样 看起来好像我们 没有谁在乎这个情感问题 每个人都抓住这个钱 这个问题不放 是吧 大哥 这个不通人情啊 一直在说钱的事 是吧 对 哎呀你看看 心里特委屈是吧 委屈 委屈你看 这实际上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是你老婆不 是啊 这个你挣多少钱 你老婆该知道不 应该知道啊 那她知道不 就一点点期望 回家跟老婆说两句实心话 到底挣了多少钱 花了多少钱 还有多少钱 你好歹让人照顾你的未来 也得让人心里清楚吧 嗯 拿出点真情来 能给跟了自己四十年的女人说几句真心话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老婆 通过今天这个节目 有各位老师啊 对我的一些教育 呃 我现在呢 已经有了新的认识 呃 厂子呢 呃 我们 也不不需要马上去对出去 能赚钱 我们还是继续赚钱 但是呢 工作的重点 其次的重点 也应该清新到家里边 清新到你的身上 请相信我 工厂的财产 一定都是我们俩的共同财产 呃 从今天往后呢 哈 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啊 啊 家里的这件事情 该我做的 我一定都把做好 应该从 生活上 精神上 体贴上 多关心你 我能信任你吗 相信我吧 我认为 从我们四十多年的感情 你应该相信我 这十年都没拿我当回事呢 等什么 想想吧 想好了再告诉你 恨恨的有啥用啊 不如坦诚的沟通 对不对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分享 来 来 请关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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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来吧 请亮灯 不想确定日记 不想确定日记 来来来来 这个送给你们 来 来天满回忆 祝两位幸福啊 来 请回 在爱你 等着你 未来点怎那么清晰 在爱你